我答辩的时候 感觉跟上了奥运会一样 排球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探索世界的媒介 它有项目独特的魅力 包括也承载着我所有的梦想 我自己本身博士研究的方向 是职业体育 排球的相关产业 包括还有解说等等 我做的这些工作围绕着排球 有一点点像在轮岗 Hui若齐 former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captain announced her retirement in 2018 After that, she has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world of volleyball in various roles This year, Hui began working as an assistant to the technical deleg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leyball Federation 每天的日程真的好满 就每天 就有的时候半夜才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起来工作 虽然我以前是个球员 但是对于我现在做这方面工作的话 经验其实是不是完全足够的 当然还有一个对于我的挑战 但是在于你的全英文共通环境 大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虽然英语同样的一个语言 但是其实大家交流起来的 可能有一些比赛过程里面 还要做很多的监管和一些报告等等 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一种体验吧 能看到以前在赛场之内 看不到的一些排球世界的一些运转和运作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还挺神奇的 我们前期其实因为有很多那个学习跟考试嘛 我还有另外一个沙牌的 他是沙牌的队长薛辰 然后我们俩都在考试 我们私底下也交流过 就觉得还是因为排球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外来项目 包括制定规则啊等等等等的 之前我们了解的或者参与的会比较少 我们俩就现在是assistant储备人员实习生 但是因为他现在还在现役嘛 他在备战巴黎奥运会 我们俩的共识就是希望能够慢慢深入到这些台前幕后 能够更了解他本身的一个这个发展轨迹 增添我们的话语权 甚至在未来的时候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个积极性的一些意见 As a volleyball match commentator Hui begins her new journey at the Paris Olympics from July 26th to August 11th 以前可能作为运动员的时候会很关注那个结果 就想说我们去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 但现在可能退役之后有更多这种国际上的交流 或者是整个对于体育的深刻理解吧 我觉得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 然后特别是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 它代表着更多的文化交融 甚至在这个舞台上面发生着很多激励人心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才是奥运的一个本质 所以其实运动员在赛场的表现 永远不是为了演绎完美的 而是在去力求完美的过程当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发生的这些故事 能够带给更多人积极向上的能量 我觉得这才是体育更大的一个魅力 首先希望运动员们能够享受整个奥运的过程 然后享受这个大舞台 不留遗憾吧